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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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过一些路 看过一些风景 遇到过很多类型的男生 我常常在想 到底什么样的风景是最美的 什么样的男生才是最帅的呢 是在每一个清晨 站住在咖啡机上 为你特调一杯咖啡的男生 还是在每个深夜 在办公桌前 手指在键盘上舞动 构策住无数个明日梦想的男生 又或是在那个明媚的阳光舞后 在篮球场上 带着他心爱的篮球 尽情地奔跑挥洒汗水的男生 还是在那个夕阳无限的黄昏 在公园的深处 一心安静作画的男生 我想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男生 总有一个让你们心动的瞬间 在《非常完美》有一段时间了 见到了很多不同特质 不同类型 不同个性的男生 但我始终一直觉得 只有认真的男生 才是最帅的 你们觉得呢 是吗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 一位中卫是非常完美 一起来我们的口号 欢迎客人 为爱全身 谢谢大家 谢谢 同样呢 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现场的 15位男生 同时呢 来欢迎客人 嗨 大家好 认真的男人是最帅的 但是呢 在我的条件里面 这个认真的男人 还必须要认真的爱我 认真的对我好 认真的为我而一起成长 要不然他再帅 也干我啥事啊 王老师 你是一个认真的男人吗 我是认真的男人 但是一点都不帅 认真只是一个躯壳 最重要的还是看个脸 而且泡咖啡 打篮球 画画这些事本来就帅 街边上修自行车的大哥 康梅奇的大哥 也够认真 没见进入说他帅的 总之呢 有这份新的最好 也是最帅的了 好了 接下来掌声有请今天的 第一位女嘉宾 我是李精灵 独立自主 但又冲动的白羊做女生 我特别喜欢唱歌 每天都会唱 有时候一首歌 会唱上十几遍 我喜欢的男生 看起来冷冷酷酷的 其实他内心是特别小孩子的 在我眼中就是个大男孩 抬头望他的角度 也会让自己脸红心跳 今天我也会大声唱出这份喜欢 希望他会喜欢我吧 加油咯 有请女嘉宾 你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尽见风来自地铁人海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哈喽大家好 我叫李金凌 今年22岁来自浙江湖州 目前是一名学生 状态蛮优雅自如的 好吧谢谢 好 我们今天先看见你样子好不好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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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三 一 I remember this one thing I've n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So you gotta go easy on me I heard love is dangerous And once you fall you never get enough But the thought of you leaving You're my beautiful girl You're my beautiful girl 5号 真的很漂亮 然后我和高兴两个人 头一次那个意见是相同的 不过她被你的鞋不带满意哦 其实她这身装扮 跟这个造型头发都特别好 如果说那个底不要那么厚 再稍稍别那么奢华一点 可能会更好 可是我比较矮啊 可能你的矮在某一个层面 可能是我们心里的好 我看一看 我没有让你现在比较心动的 上前两步 不心动 我喜欢你的小身心 珍珠的眼睛 露动我的心情 不心动 为什么她不心动呢 因为她长得比较像我闺蜜的男朋友 所以 你闺蜜的男朋友长什么样子 脸长长方方的 反正打扮的也挺像的 1号 可能因为我有生病了嘛 所以可能脸会有点肿 好了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精灵 拿上铅笔 戴上帽子 背上画板 我就可以一路行走 任由画笔在稿纸上跳动 老旧的建筑 车站的上班族 桥上驻足的行人背影 通通是我笔下的安静画面 深的 浅的 银的 暗的 线条和色调的不同一 也正如我个性的颜色 也许冷色调正是我安静的状态 但暖色调的我也许 这个已经把唱歌当成每天必修课 还曾经在半夜叫醒邻居耳朵的女生也是我 我常常在想哪一种才是自己最好的状态 但是不会去改变 我是李精灵 希望你可以喜欢这个冷暖色调并存的我 我们来了解一下精灵的具体文字信息 小身体储存大能量 成也冲动 败也冲动 时常感觉自己的角色应该和妈妈对调 但自己却有两个妈妈 B 唱歌是每天的必修课 叫醒邻居耳朵的深夜歌者 陌生人也是自己的镜子 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 不怕屡战屡败 就怕屡败不转 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你从一上来到现在好像没有说过你的爱情宣言 我的爱情宣言是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 你说你唱歌每天都是必修课嘛 然后会经常吵醒那个邻居 其实我觉得那个洗手间唱歌是一个比较音质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你下次可以就是去试试看 可是我那邻居他就住在洗手间旁边的邻居啊 时常感觉自己角色应该跟妈妈对调 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妈妈会比较考虑我们的感受 一般大的决定都会我们来做这样子 刚刚看你说你跟你妈妈对调我的钱 你有考虑过你妈妈的感受吗 感觉反正是他们也把你照顾好一样 没有没有 好像是你在照顾他 不是这个意思了 能问你的年纪吗 22 平时有过类似这样的舞台经历吗 没有 然后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稳的一个台风 因为你从上台到现在就有点触目不惊的感觉 站在台上一点都不羞涩 唱歌也不紧张 然后觉得就 你从哪看出我不紧张了 那你表现出的很稳 可是其实我挺紧张的 手这么汗 这时候 乃涛笑了什么事那么开心 在高老师发表意见的时候 刘老师跟高老师 另一个高老师都不情不自禁地举起了手 一开始的时候 他唱歌其实是有点落拍的嘛 老师说我觉得他的所谓的台风 就是很一般啊 我觉得那个六号高老师 你好像有点这个搭讪的方法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 情人眼里出席诗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 没有 六个老师让我问一下什么星座 猜一下我什么星座 我可能第一会猜白羊座 白羊座 那苏克姐你来猜猜看 猜宝宝的星座 什么 什么宝宝的星座 认识了 白羊了 六号答对了 哎等一下等一下 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认识 而且他还知道你的小名叫宝宝 对 哎呀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一个月前对 我就我们几个 就是一个活动 活动发表会上认识 那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他就 反正挺高冷的 因为我要跟他合照 要求他三次他才跟我合照 那我想问一下 你那个宝宝是你的小名啊 还是 孙克杰对你的专属称呼啊 不是是小名 就是叫宝宝 小名是吧 所有人都可以叫你宝宝是吧 对对对 不要误会了 小身体储存大能量 是 能给通通败通 是说你的那个脾气 是比较冲动类的吗 对 平常都是 就什么情况下你会冲动吗 当我做一些决定很举 很举气不定的时候 我就会 逼自己冲动之下做一个决定 那这样子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感生活 C 两段感情经历 认为感情敌不过时间 时间可以冲淡感情 爱情位于情感排位的末端 D 外貌90分 个性50分 说话30分 温暖100分 可以解释一下D的部分 可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啊 找的男朋友就外貌长的还是比较好的 正好符合我这个标准 然后呢外貌90分 个性50分呢 是因为没有100分的一个人 只有50分的两个人 因为个性 两个人是可以互补的嘛 说话30分 是因为我不一定要他每天都 讲一些很好听的话给我听 然后温暖100分 然后温暖100分 我觉得嗯 我找的男朋友一定要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 就是内心必须要是非常温暖的 谢谢 认为感情是比不过时间时间可以冲淡感情 那你最长久的那个情感经历是有多久 三年半 那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 嗯 就是因为两个人长时间不交流 然后又是异地的原因嘛 还有时差 所以两个人到后来 就是聊天的共同话题都很少 慢慢的生活观和价值观都不一样了 然后就ok 还有你说你是个夜猫子 你晚上不睡觉要干嘛 嗯因为可能年轻人嘛 你们肯定也都这样啊 但是我们发现五流老师和七高老师还在执着的举手 你是想给哪一位老师一个机会 你私密问答吧 好 选择两位私密问答 哈喽 好久不见了 来了 今天挺帅的呀 今天看到我有什么感觉 不爱啊 你不是说我来参加节目的话 你会给我推荐一位帅哥认识吗 如果说在场十五位的话 你会推荐谁呢 呃 自己看吧 你觉得比较适合我的 小一郎子 哈哈 哈哈 孙克杰是被他问蒙了 然后就口不择言 哇 因为每位多帅 要我选一位 我不知道怎么选 但如果你想问的话 那就都问我吧 好吧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你刚刚为什么会说我不紧张呢 看上去就很端庄 然后站得很稳 一般小姑娘上来不会这样的 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性格的女孩子啊 你会在感情里面对一个人很好 会一直为他付出 但是如果那个人在感情里有触犯到一些你的低处的点 你会很火爆 嗯 怎么了 精灵怎么了 因为我想问他一个问题后来忘了 没关系但你现在问一下嘛 你想问什么 算了算了 我忘了 理解的意思是 嗯 我跟你的年纪很近 我能给你一些好的意见 真的吗 你多大 我32 那的确挺近的 倒过来也不动啊 你之前呢 选择了一个心动男生 那你要更改心动男生吗 更改 完美告白 为爱更生 请做决定 搞怎么样 什么 你已经走到 你也回来 我到了那边 我来到这里 我就要找到那个跪下 我看到是他 前一会是有一点点小失落 但是也有一点开心 我看到是他 对 对 因为我曾经有一段很深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读处 我就这样上去表白 我会带走他吗 也就是这一个反复 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上去 我就在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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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原来我 我这仗态是因为我有点懵 对 我有点懵 我有点 我觉得 我有看着你去有一种 有一点点 有一种算是心动的感觉 然后 而且我一瞬间 我就能猜到你是白羊座 没人告诉我 然后我觉得 我应该算是了解你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告白过 我觉得 我觉得刚才我的心特别热 我觉得 不知道怎么 手就很用力地拍了一下 然后 我觉得我比你紧张 可能我的生活很复杂 但是今天我想 就随着心去走一次 尝试一次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是我的一件钟情 你是梦 不想拒绝 是我的一件钟情 是我的一件钟情 所有的要求都符合我所有的点 很清澈 很坦然 不服到 其实当下我自己也是非常紧张的 同时也感觉到她的确是非常真诚的 我想问你刚才走过来的时候 在那边在考虑什么呢 对我有点懵 你上来的那一瞬间我没问问题 我觉得有一点心动啊 真的我的世界感情方面都很少 然后之前有很长时间的情感的空白档 说那么多没有用 就这样我喜欢你 成熟稳重而且特别体贴 也挺温暖的 我喜欢你 跑掉一切不说那些奇葩的东西 就用我内心想的最初印象告诉他 我喜欢你 其实看到你上来为我表白我也是挺开心的吧 但是呢 你真的比我大太多了 我不担心 而且我对你也不是很了解 就在那一刻 真的我就想都不去想了 我想给你握个手 可以 我的世界感情方面都很少 之前有很长时间的情感的空白档 你上来的那一瞬间我没问问题 我就觉得 哎 有一点心动啊 你都没直觉的伤痛 我喜欢你 我从他握手那时候我觉得我感受到我幸福 我觉得我离我要的东西越来越近了 谢谢你 谢谢你 伯伯接下来是你想要跟你心中觉得那个没那么大的人说说话了是吧 就是我认识的八号孙克姐 谢谢你 谢谢你怎么样 特别复杂 听说你最近想学起吉他 明年开始吧 因为 虽然说我很喜欢唱歌 但是 从来也没有当这么多人的面唱过歌 那今天我就想当这么多人的面为你唱一首歌 你就安静的听一下好吗 你先把眼睛闭上吧 好了 你睁开眼睛吧 其实我当下就是睁开眼睛后就看到一个乐队还有拿着一个吉他蛮感动真的就是很用心 我有关注他最近的一个动态他说他想学吉他这样子他所有想做的事情我都想能够跟他一块去完成唱首歌给你听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紧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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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只让自己哭了自己 爱上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爱上你是我情非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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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下的我就是不多说就是我就静静的听 我想在台上能够用吉他演绎出来对他的喜欢 让他看到我的真心吧 好了 你觉得我弹怎么样 很好 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听 我是在假弹好不好 你假弹了 对啊 那我 你有看到这上面有一幅画吗 我带上吧 这个 嗯 这个呢 就是孙柯杰 这个就是李精灵 这个就是我梦想中以后跟你一块学吉他 然后坐在一块的画面 在海边 在海边 弹着一个小吉他 弹着一个吉他 旁边坐着一个心爱的人 是一个多么 轻松啊悠闲自在的那种感觉 看到他在笑那我心里其实也在偷笑 反正挺开心的 然后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嗯 你有想到我是来跟你告白的吗 有 真的 其实在你那时候跟我说你要来北京 我就 其实我心里就在想说 你会不会来这边 就又跟我说你要来飞美 我说来干嘛 你就说来看帅哥 我就跟你说了 飞美很多帅哥 可是我在我眼里只有你啊 我觉得你最帅啊 其实今天我穿的衣服包括我选的歌都是 有寓意的 因为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也是穿了这件衣服 然后当时你入场的时候我就说 哇这谁啊好帅 好帅哥 当时看到你之后第一眼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来这个节目来向你告白 回到最去 一生了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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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像我也是挺被动的一个人 你也可以看出来平时微信里面聊天的时候 都是我比较主动一点吧 但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人 但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人 只有你而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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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来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 你有说过朋友就是朋友 所以 可能 可能人有时候真的需要冲动一下子 可能 人有时候真的需要冲动一下子 然后这一次我就冲动了 我只想要爱你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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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绝合 以后跟你一块学吉他 然后 坐在一块的画面 其实今天我穿的衣服包括我选的歌都是 我旁边的一切 因为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也是穿了这件衣服 当时看到你之后 第一眼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来这个节目 来向你告白 我脑袋所浮现的画面 我的心 是被你设定的脑中 提醒我 想你的时间不够有 今天我觉得 我犹豫了 真的 因为我很喜欢你 因为我很喜欢你 当时看到你之后 第一眼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来这个节目 来向你告白 可是我在我眼里只有你啊 我觉得你真帅啊 你的身影 会 这就是我梦想中 以后跟你一块学其他 然后坐在一块的画面 真的有点跳不过气 爱上你是我情非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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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上你是我情非的意 爱上你是我情非的意 爱上是你 尤其是我情非的意 爱上是你 我爱上是你 and when you fall you never get enough but the thought of you leaving 可能人有时候真的需要冲动一下子 然后这一次我就冲动了 我脑袋所浮信的环游就觉得 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 不怕失魔 关于你的一切 我想要被谁懂 哎 没关系啦 你不要说了 我来说好了 嗯 就今天吧 不管能不能牵手成功 就是我会尊重你做的决定 但是呢 如果说有哪一天 你考虑清楚了 说觉得跟我有可能可以 从朋友转化为 男女朋友的话 我希望你也能够 像今天我这么勇敢地对你 一样 对我勇敢地说出来 好了 开心点啦 没有 我现在想的 就是脑袋 所回想的画面 就是从我们 其实我那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 我又注意到你了 而且我感觉到就是 跟我很像 我心里 我很知道我自己 那份真的遇到爱的那个人 是什么感觉 相左 相右 向前看 今天我觉得 我犹豫了 我犹豫了 真的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面 因为我很喜欢你 我等得让我再多远回来 但可能 现在的我 还没有那种 爱的感觉吧 因为他也说了 朋友可能就是朋友这样 我不想让他太为难 所以我就比较想 我来做一个决定 在我眼里只有你啊 我觉得你真帅啊 看到你之后第一眼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来这个节目来向你告败 是幸福还是 这就是我梦想中以后跟你一块儿学吉他 然后坐在一块儿的画面 再也不可能 还会遇见 我 我的 地缘 像一种灭热 彼此追赶 一个 人 再也不可能 好了那走了 加油 加油 清明 加油 不像我爱你 最原来说的 我是爱你的 你是巨人的 所以不管他做什么 这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来向课节告白的女生当中 最后跟你拥抱的 最完美的一次 另外的部分是说高兴 高兴今天也是正在台上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当我站在那儿 我伸出手握着他手的那一刻 我觉得 就是没有那种很深情的 就是你不想松开这只手的感觉 可能我的今天的表白不够好 但是我仍然很开心 我觉得特别幸福 怎么样才算喜欢上一个人 不管别人觉得你怎么成熟稳重 但是你在你喜欢的人面前 突然像一个紧张的 然后说话结结巴巴的小男孩 这就是喜欢上一个人的状态 有请下一位 你嘉宾 大学里别人都忙着谈恋爱 享受大学生活 而我却只能找了一份又一份的兼职 努力的证明自己 强势是我的保护色 其实我只是一个温柔的小女人 如果你有足够够的肩膀让我依靠 那么我将脱去我的保护色 我来了 你的肩膀够宽吗 有请嘉宾 哈喽大家好 我叫于淼来自江苏泰州 我的爱情宣言是哪 爱情没有解禁 只有通过努力争取才可以获得真正完美的爱情 我可以允许你不帅 但是你不可以是个邋遢鬼 我可以允许你特别自恋 但是我不允许你在镜子旁边能够站一个小时 伤手 喵喵 我们来看一看你的样 好不好 三 啊 一 接下來再看看其他男生選擇一下 心動不心動 心動 就愛這樣的你不要太多道 接下來不心動 幹嘛自己就是嘴角有一些不自然的微笑 沒有 其實因為感覺到看到她的話 就會想到我朋友她特別喜歡她 那你那朋友喜歡她什麼 她會把所有的感言都敢於表達出來 寫在微博裡 回頭像個子一般 是 見得很有深 接下來 改天了解一下余淼 從小我就是爸媽的乖女兒 印象中七歲的時候 父母就讓我開始學著一個人獨立生活 在吹灭18歲生日蠟燭的那一刻 爸爸告訴我 從此她不再負擔我的生活費跟學費 於是我的大學生活被一個又一個的堅持所填滿 畢業之後選擇去了上海工作 我相信努力的奮鬥的果實才更甜 人生不是考試 愛情不是考場 沒有標準答案 我沒有選擇愛情的原因 是因為我依舊還在等著對的你 我們來看看淼淼的文字信息部分 老虎也會溫柔 曾經一度懷疑自己不是父母親生 四年的工作經歷讓自己有職業病 並霸道 只想證明自己的存在 過著媽媽一樣的生活 為什麼一度懷疑自己不是父母親生的呢 從小對於我比較嚴格 然後呢18歲之後 就讓我自己掙錢自己讀書 然後自己掙取所有的生活費 是這樣 我以為是和我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我爸媽從小就跟我說 你不是我們親生的 你是撿來的 是船上撿來的是吧 對 然後我問了我身邊的朋友 好像他們都有這樣的機會 對 對 我今天上了大學以後 都是自己負擔自己的一切費用 對 人家小孩都有的東西 我就要自己拼命努力 才能得到這些東西 那你為什麼說 霸道只是證明自己的這個存在呢 因為如果說你有這樣的經歷 應該是一個 蠻有主電的 很有內容的一個人 就是說因為 父母嘛 就是他們老是打工 所以說他希望我獨立一點 你告訴我準確一點 你所謂的霸道是什麼 你所謂的存在 霸道的話就是說 因為沒有 感受過很多的親情 所以說我的霸道 體現在對於朋友之間 比如說 啊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然後說完之後就比較 喜歡有一點掌控力 對 你先要用掌控力來顯示自己的存在 這是一種叛逆的行為嗎 可以理解嗎 我是想證明 我可以對你好 可以對你霸道 但是你要就是說 以後要多關心我 這個老虎也會溫柔和那個霸道 是不是體現的是 你覺得你是一個 什麼性格的這種人 沒有 老虎也會溫柔說的是我爸爸 因為他從來就沒有當面說 特別的關心我或怎麼樣 等我偶爾回到家的時候 他就會主動去接我 然後還是他買菜親自做 我喜歡吃的 我之前都不知道 其實我媽做的時候 她跟我講說 其實這一切都是你爸爸做的 因為他屬虎 我屬羊的 一直我是這樣想 羊入虎口 你的經歷和現在生活態度的話 你可不可以用兩個字來顯示 就是叫做逞強呢 有 可以這麼叫做逞強 這樣的生活經歷的孩子 很多的時候是 內心是非常的敏感和脆弱的 就所以說表面上會表現得 所以我的微博的內容 也是可以這麼去理解的 我們了解一下這個女生的情感故事 C20歲的生日時 是自己像愛情篇當中的女二號 世中紅太郎 世後灰太郎 第男生最有魅力是撒嬌的時候 比起會做飯更在乎男生 願不願意 搭搭搭搭 那個是要填空嗎 還是 填空 10號 我可以不填空 問你那個是什麼嗎 不可以啊 要填空啊 洗碗嗎 非常好 正確 真的啊 對因為我自己的話 就特別愛做飯 但是我不喜歡洗碗 為什麼 就是特別不喜歡 沒有為什麼 就特別不喜歡 10號愛洗碗是吧 我家事都有在做 哎呀真的啊 不賢慧啊 世中紅太郎 世後灰太郎 我吵架的時候 就是我從來不會先低頭認錯 但是呢我希望男生先低頭認錯 他哪怕就說撒嬌跟我講說 哎呀對不起我錯了 只要他說過這句之後 我的火立馬就消了 然後呢之後我就會再想 哦這件事情其實我也做的不對 能說一下你20歲的生日 為什麼是自己變成女二號 那我現在來請大家 就是講一講自己看的 愛情劇當中的女二號 是一個什麼樣子 就是付出很多默默的等候 然後有點悲催 對其實我就是那樣的人 然後20歲生日的時候 我其實在想 應該她陪我來過的 就是她在蘇州我在上海 就打了個D去蘇州 等到晚上12點鐘快過我生日了 我給她打電話 然後她說我還在開會 我還是等到她的人過來了 就眼淚刷刷刷就下來了 然後就又打了一個車 就直接回上海了 你覺得她是在有一個藉口嗎 曾經一度以為這是一個藉口 一個藉口 就是我想說的是 就像你剛才說的那一點 我就是不喜歡洗碗 那為什麼 其實做飯是一個 就會覺得 讓我覺得是一個很男人的活 然後洗碗那些 可能會是一個女人做的活 我覺得你在你的生活當中 做了太多男人 該做的事情了 會讓男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好的 謝謝 你沒讓她解釋嗎 她解釋了 她說她開會 她說我這邊也順不由己的 她是那個公司的頭嗎 是秘書長 對呀 那如果老闆要開會 她不去開那會 有可能丟了這份工作 就是換句話講 就是她是不是真的那天在開會 具體我也沒有深究她 對呀 你都不給別人一個解釋的機會 其實剛剛男嘉賓也沒有問到 最怕的兩個字 對 就是 在忙 兩年了 我跟她在一起時間不到三個月 打個電話 在忙 既然這兩年愛的這麼辛苦 你何必要一直堅持呢 男生那個是初戀 我必須要堅持 我希望堅持到結婚 你這個就是一個不正確的愛情觀念 就是很多人雖然很痛苦 但是要一直堅持下去 過程中那些堅持都是自我滿足 我可能從男人角度來講這個事 如果說你對我付出一點 當時我可能神經沒有那麼就是敏感 感覺到你是特別特別誠意的 然後你突然發脾氣了 幾次之後我會覺得你很任性 我覺得可能是我真的在忙 然後我覺得很不可理喻 對於她過去的事情 我很多東西她已經說得清楚了 因為很多女生往往陷入這種情況 就是收起了這種任性 懂得付出之後 不得了 不得了 那兩位老師是不是要有一個結論 給我們女嘉賓呢 等一下 我覺得不要再糾結她之前情感的問題 你21歲上會的 現在都沒有大的關係 現在我 來來來 13號加入 咱們真的沒有必要說太多 我早說一點 你們現在不要爭論 你們現在十一位 好了 思密問答 選擇兩位 你很棒 你很棒 謝謝 引起男嘉賓們熱烈的討論 哎呀 真是的 你好 你認為我是個偏執的人嗎 偏執嗎 不會 你認為我的這種算是強勢嗎 第一印象感覺是有一點 那你喜歡這樣子的女孩子嗎 會比較抗拒一點 謝謝 謝謝 你確定一下要選我 要不要兩個都問 我站中間 你們為什麼認為我比較強勢 我沒認為你比較強勢 我是想關心 我是想給你一個很好的建議 她想告訴你的是 去懂你自己 我想表達的是 讓你去懂那個男人 漂亮 我會試著去了解兩個人 才會更好 謝謝 我已經過去了 那麼我們能夠擷取的經驗 就是了解自身 了解他人 5號 6號 剛剛的這兩段建議 其實都是非常中肯的 有的時候我們確實要聽聽男生 到底是怎麼想的 接下來要不要更改 剛剛選擇的心動男生 不需要 好 完美告白 為愛轉生 請做決定 我可以做決定 我喜歡 喜歡 特別強勢的女孩子 所以 我有 意料到 那接下來 你要不要繼續告白 搞白 我上去请她 好那你过去请她 我可以牵你上台吗 抱着拥抱着 一举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我的灵魂 是你 也一二完整了 完美 我现在是噗咚噗 哺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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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 那种感觉 其实 有关注到你 你一举看的时候 你不像所有人看到那么帅气 然后比较 酷酷的那种感觉 我们 要不来做个小游戏吧 你本来就冷冷的酷酷的 那想必讲冷笑话 应该也很好吧 我不会讲冷笑话 那不会讲冷笑话有惩罚的 我记得节目上之前有女嘉宾说过的 哪里的那个Wi-Fi讯号最强 夕阳无限好呀 有一天那小明问 爸爸我好冷呀 然后小明的爸爸跟他讲 蹲墙角去就不冷了呀 然后为什么 不可以听 勇敢 墙角90度 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OK你输了 不可以就听别人的 对 墙角是直角 它有90度 然后爸爸的意思就是说 90度的温度 而你理解不了 那 那你躺平了就180度 你赢了也有奖励 然后 看个小视频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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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什么意思 啊 那 那 那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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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人面前就这种动作是会让我 太熟了 她就特别开心而且还有一点害羞 真的很紧张我那时候双手一直很发抖 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又为难到你 不会 因为我确实有点强势但是 其实我可以听你讲就是 如果认识像你这类型的女孩子 虽然很强势但是她们 对于另一半的真的是 可能会比对方还要很爱她 所以 我觉得往往有时候她们可能是为了对方好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关心我 那么我会填补她心里所有的空缺 我想跟你讲说是 我喜欢你 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对 因为刚才我们的 表达 我感觉她是懂我的 给了的感觉会比较强势 但是我觉得她对于 男朋友方面是比较细心照顾的吧 你这类的女生只要遇到比较听话的男生 你们这会很幸福 但是 那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吗 需要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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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 她是不喜欢我 如果喜欢我 我就牵起她的首歌就走 这就是她的性格吧 就是比较强势的那一面 可以先 我讲完 这个舞台带给我 真的带给很多 全部都是属于爱情方面的 我看到在台上 好了 可以不用讲了 可以不用讲了 我知道了 怎么来的你 我不相信你 因为拒绝我而发抖 我愿意围在你心里 我能残居这一夕致敌 只能管我的关系 我觉得她算是比较善解能力的吧 因为当时其实我想要以比较 不伤害她的方式去跟她拒绝她 因为我有看到她在发抖 如果她不喜欢我 我也不会强求 答应我一个要求 手 手给我 遇到好的女孩子 每次勇敢去追求 每人一次只给一个人 再也不可能 一定要勇敢地拉勾盖章 还会重现最后 哪一世只剩 有可能 这是最美丽的结论 我是没有理由 我 我 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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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内心的话也是一个不适思维 然后就下台了 因为我怕我会 我后期的心理会很难过 苗苗是一个个性很爽直的女生 她不需要小度假为难 完全读懂了她的心意 其实苗苗根本就不是一个强势的女人 她根本就是一个小女生 是个小朋友啊 所以她一直都在 很努力地想要得到被肯定 其实我觉得苗苗 还没有学会观察男人的能力 是很执意地要求 她要的被爱的感觉 这才是我担心的 在爱情中可以小女人 但是不能小性子 可以吵架 但是一定要学会让步 可以坚持 但是千万不能干好 在坚持的过程中 双方都要不断调整自己 并且解决你们之间产生的问题 女人的强 很多时候是因为内心的那份弱 而真正的强 一定是用弱的表现方式 完美地呈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度 是需要我们不断去学习拿捏的 掌声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天上追着白铃鸟 马耳撒野的跑 我要你的拥抱 你知不知道 大家好 我叫萧英 是一名蒙古族女孩 我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随时唱起来 跳起来 你说你想找一个吵不散的恋人 我有事 今天我来了 你愿意跟我走吗 邀请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萧英 来自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是一名博物馆的讲解员 我的爱情缺淫是 要输就输给追求 要嫁就嫁给幸福 我可以接受你的忙碌 但不可以接受你对我的冷漠 我可以接受你的大男子情怀 但不可以接受你的霸道 这是我们的相应 向来自够现的哈达 我想以我们蒙古族 最崇高的一种敬礼 来献给两位老师和在座的男嘉宾 好 作为博物馆讲解员 能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吗 为什么蒙古的哈达是蓝色的呢 因为蓝色代表苍天圣洁的一个意思 嗯 所以呢 我们在进最尊贵的客人的时候 都要用蓝色的蒙古哈达 在接受的时候 有什么礼儀的这种要求 然后双手 我要献给的人 他要来要来 那接下来 有还有一个才艺表演 为大家唱首歌 这种语言之类的 天上飞着白铃鸟 马尔萨也得跑 我要你的拥抱 知不知道 你的爱就像火苗 把我的心燃烧 少得我的骄傲 无处可逃 你的爱就像火苗 我用相思煎熬 整个草原飘着 爱的味道 有点紧张 对吧 非常紧张 你要不介绍一下你今天这个退身服装 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单身女性要穿的蒙古袍 扎腰带就是表示未婚 嗯 穿坎间的呢就是表示已婚的 啊 啊还看过其他几个手机 像心动也不心动 心动 就爱这样的你 不用太多道理 牵着我的手 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背景资料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参观蒙古族人物展 站在我眼前的这一位是蒙古族姑娘 她的名字叫萧英 萧英出生于公元1988年 祖籍内蒙古俄尔多斯市 17岁进京求学 大学开始创业 拥有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 大学毕业后 她回到家乡 在当地的博物馆做了一名优秀的讲解员 萧英的谋语名字呢叫阿日古纳 意思是干净纯洁 正如她的名字一样 她希望的爱情也同样是干净纯洁的 希望两个人互相信任 彼此忠诚 我的讲解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参观 我们来了解一下萧英的文字信息部分 发型影响了性格 自认为没有优点 朋友不可能成为对象 要么恋爱 只不过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才会穿这样的服装 好的 谢谢 发型影响了性格 什么意思 对 因为那时候我妈跟朋友一起学一下理发 然后没事拿我当了一个实验品 你们猜香港的是我吧 来来猜一下 最右边那个 对 穿白那个背带裤那个是我 然后一直到初中毕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发型 像你们蒙古族那边人就喝酒啊 然后就是都很豪爽嘛 然后 对 歌声不断酒不断嘛 如果歌声没有停下来 你的酒就不能干 如果你干了还得到上 然后你继续喝 团体喝酒最能有这个发型权的应该是赛容 赛容不是说跟你能喝多少 赛容是白天喝完晚上喝 今天喝完明天喝 我可以 天天喝 为什么会自认为没有优点 因为我不太清楚我自己的优点 我觉得你优点蛮多 就是从你上台上来 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 而且很自然 而且你看你说 要么就是朋友 要么就是感情 我觉得这种性格 也是很大的一个优点 对 我不喜欢拖拖拉拉的那种 那这种淳朴就是你的优点 谢谢 既然说到这份上了 咱们就了解一下 她的情感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都没有标准 相信一见钟情 为爱不等两年 最终因为过于强势而分手 对接受比自己小的男生 喜欢大男子主义 希望被人管 为爱不等两年 最终因为强势而分手 那你现在的状态是 你会愿意去做一些改变吗 我的强势是因为我们性格 太过于相似了 所以就导致了两个人分手 但是分手后 我还等了他两年 最后他已经找到了他的女朋友 然后我就放弃了 所以你是两年途中 你都没有自己想要试图的 去主动挽回这段感情 挽回过 但是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那还会是朋友吗 不会 最熟悉的陌生人吧 明白 谢谢 你所谓的因为强势而分手 到底是有多强势啊 有时候我会就是 背一些讲解词 然后他就非要让我出去 跟他看电影或吃饭 我就说我现在很忙 我一会儿打给你好吗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 就是闹脾气 一直不停地打电话 最后我就直接关机 他就说就是老为了工作 这样不太好 雨晴说你强势 其实不如说 其实你的男友可能抱怨 你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在工作上或是工作优先 对吧 对 也许我给人感 第一感觉是比较有一点强势吧 你喜欢大男子主义类型的男生 你不觉得这样男生 跟你在一块会有争吵吗 不觉得呀 我喜欢被人有点管着 希望他自己有点主见 就是我觉得我们台上 有一个男嘉宾 和你那个劲儿特别像 就是再容 你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再次私密问答一下 你喜欢我这样类型的女生吗 还还好吧 那你有机会能跟我一起喝酒吗 好等我等我病好了 好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其选者 以你的性格 应该一定会继继续往前 对 我们帮你做点什么 我要下台换个衣服 好 就在大家期待着肖英 再次出城的时候 换装完毕的肖英 却决定不继续告白 爱情 有事无法强求 你喜欢我这样类型的女生吗 还还好吧 直率的肖英 或许在刘再荣 没有转身的那一刻 就明白了结果 我希望你好好努力 可以找到 你心爱的那个她 这个决定 只是为了让她 不再为难 让我们祝福这位 善良而真诚的女生 加油 小营 嗯 yeah oh no oh no I'm about to give you my heart but remember this one thing I've n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so you gotta go easy on me I heard love is dangerous and once you fall you never get enough but the thought of you leave it 那我觉得我们把最深的祝福 送给这一个来自内蒙古呢 又直率又单纯 而且有着很多优点的萧音 我相信很多的男生 透过今天的节目 都看到你漂亮 聪明 豪爽 而且呢 可以呢 侃侃而谈的把民族的历史 介绍给外国的朋友看 你会是一个家族的骄傲 萧音加油啦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王雪飞 我是一个和体重抗战了11年的女生 学位 针灸 按摩 结石 运动 只要能减掉体重 我都会勇敢地去尝试 可是在爱情中 我总是畏畏缩缩 从来不敢表达我的情感 来到这里我鼓足了很大的勇气 无论今天最后的结果会怎样 我都会坚持把深藏在我心里的话告诉她 有请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王雪飞 我来自山西 我的爱情宣言是 爱情就是要给对方亲情 两个人就是要在一起一辈子 我可以去到你的城市 但是你不可以一个月不让我见我的父母 我可以接受你工作很忙 但是不可以我打电话不接 这是一个近身高1米76的女生 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节目 对不对 对对 有点紧张 我们把面具拿开来 可能会缓解你的紧张情绪 三 二 一 我把面具拿开来 But remember this one thing I've n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So you gotta go easy on me I heard love is dangerous And once you fall you'll never get enough But the thought of you leaving 三 二 一 眼睛好迷人呐 我们现在来看看其他男生 来选择一下心动跟不心动 向前两步 心动 心动的暂时还没有选 没问题 那不心动的呢 这个人已经很久没有 就是担当过这种荣誉了 因为我不喜欢不爱笑的男孩子 应该是他刚刚在看我的时候啊 然后我我正在注意他的鞋子 所以就比较认真 七高老师您误会了 不是您 是您隔壁的 隔壁 那 那 那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呢 因为你长得帅 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 一个人单身 已经很久了 我经历了感情带给我的酸 甜 苦 辣 回想和男友的点点滴滴 其实都是为了一些小事而不断地争吵 我只是想知道 电话那头的他 现在在做些什么 可是我的关心 却变成了他的束缚 在单身的这些年 我学会了去平衡 面对 简单 快乐地活着 我鼓起勇气 来到了非常完美 因为我一直在等待 一份属于我自己的幸福 我叫王雪飞 我们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了解一下这个高妹的文字信息部分 爸爸决定了我的人生 妈妈是家中的墙头草 撒娇女人最好命 提前消费让自己更好 提前消费可以让自己更好 这个要怎么解读一下 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没有压力 就没有动力 所以我经常都会提前去刷到信用卡 然后为了还钱 我才会去努力地赚钱 你有曾经还不出来过吗 没有 虽然我有提前花掉那些钱 但是我有考量自己的能力 好 谢谢 你那个撒娇女人最好命 为什么好着用双眼号引住 因为那时候在谈恋爱 然后就会把动态发到QQ空间里面 好像是发了一个类似于撒娇的话 有一个人评论说你好会撒娇哦 如果你跟你男朋友有什么感情破裂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 所以你的撒娇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要不现场让我们感觉一下 对9号男生 9号 你选他不心动的 想对他撒娇 因为他刚刚都没有笑啊 哦好 刚刚为什么你看到我都不笑 我这么可爱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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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爱 那你可爱 发题让我没有办法接 你没有觉得我很像隔壁的那个人 隔壁的那个人 隔壁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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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通常我们来的女嘉宾撒娇的功力 我发现通常我们来的女嘉宾撒娇的功力 都不能跟非常完美的男嘉宾相比 爸爸决定了你的人生 那妈妈是家里的强头槽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我爸爸是一个很有责任心 然后很严厉的一个人 我从小到大包括我上什么学校 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定要他批准的 然后我的妈妈是 我说的有理好他就听我 我爸爸说的有理 他又转到我爸爸那边去了 妈妈蛮辛苦的 我妈妈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了 她跟我像是闺蜜 像是好朋友 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情感生活部分 想跟前男友说声对不起 恋爱时做百分百小姐 想让那个她为我独唱情歌 婚后一定要和爸妈住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跟前男友说声对不起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像亲人一样 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 毕业之后 他为了我们的未来 然后选择了去新疆 去了新疆之后 我就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 我就跟他提了分手 他第二天就空降在我面前 请求我跟他继续在一起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是他的初恋 那次对他伤害特别大 所以想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你这个婚后要和爸妈住在一起 是说对方要和你的爸妈住在一个城市 还是说对方的爸妈 最好我们两个是同城市的人 也就是说你是拒绝异地恋的 对 因为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 然后我心里面很依赖他们 那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我现在在长沙 那台上应该是没有在长沙的 我开头有讲说 我可以去到你的城市 但是你不可以一个月不让我见到我的父母 我是独生女儿嘛 如果长时间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 然后我自己心里面也会很内疚 你说你想让那个他为你独唱情歌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故事 之前的男朋友 我每天睡不着的时候 我会打电话给他 他会唱歌给我听 然后让我睡觉 12号你来几句 不好意思啊 因为他也说了是要为那个他独唱嘛 所以我也只想为自己喜欢的人独唱 恋爱当中的话 你想做百分之百的小姐 这是什么意思 一段感情的话 我比较容易投入进去 全身心的想要跟他在一起 百分之百的这种所谓的情感依赖 或者投入的话 是不是之前受过什么伤啊 恋爱当中的那种男女之间关系 你太密了 我感觉就是如果和你谈恋爱的话 会不会约束得很紧很累 这个我也具体没有考量过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应该很坦诚的告诉对方 要百分之百的投入 而且要尽力的去陪伴对方 你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百分之脑子里都是想到 是他在干嘛 都是这些吗 我不会每时每刻都想着他 就是会想到他 我就会给他打电话 我怕你不了解海涛的意思 就是说在感情里面呢 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他需要空间 如果你把对方逼得太紧的话 不仅他会有落差 而且你会有落差 预备出色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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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四位问答 选择两位 请问你介不介意女生是一旁体质 我不介意 喜欢高的女生还是个子矮的女生 好 谢谢 请问你介意女生是吃货吗 请问你喜欢高个子还是矮个子的女生 请问你介意女生比较神经大条 喜欢丢东西吗 首先呢我不介意女生吃货 因为我自己还蛮会做菜的 所以我才会吃货的话 我尽量会满足她 易胖体质是吧 其实不介意 我不喜欢太熟的女生 这个是啊 我觉得不要比我高都可以接受 好 谢谢 好 谢谢 刚刚宁海说不要比他高就能接受 所以要问一下宁海你的高度是 宁海 呃 我181 那现在可以选心动跟不心动吗 可以 心动 现在选择她的原因是 其实我不敢往那边看的原因 就是因为第一眼看到她 还是蛮有感觉 但是我想慢慢地了解一下 然后我觉得还蛮符合我的心理期望的 好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做决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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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白吗 高白 你要怎样 哦 唤醒啊 可以 在私密问答的时候 她说她不喜欢比她个子高的女生 我觉得不要比我高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脱了高跟鞋就没有太高了 12号 家宾 不到高跟鞋的时候 我就有想到 心动男生可能会是我 但是我还是会很紧张 你好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个小姑娘她从12岁的时候就开始发胖 可是有一天 倒觉得就是已经胖得不行的时候已经剪不下来了 那时候她交过一个男朋友 然后她男朋友来她的学校看她的时候 她的寝室都没有人相信 那是她男朋友 如果这句话 换到别的女孩子听到之后 一定会觉得 一定会觉得心里面很生气 很过分 但当时她都没有觉得怎么样 因为她觉得胖子是连恋爱的资格都没有的 我分享给12号那个秘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她能接受以前不好的我才能拥有将来更好的我 我觉得她因为她自己讲这个故事感到自卑 所以我希望给她一个鼓励 那个时候她非常非常的自卑 她自卑到都不敢跟别人正眼地讲话 那个姑娘就是我 她给我拥抱的时候 我心里面觉得她是蛮温暖的一个人才能给我鼓励 让我更加固了 就是想要保护她的冲动 没事的 我会很多家常菜 然后我也很热意就是炒菜给我的喜欢的女生 对 我还正愁的出手 女朋友如果太瘦的话 不喜欢吃东西 那我这一生的厨艺那就白费了 我想送给你一首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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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黑的发位 攀成一个圈 强烙所有对你的眷恋 隔着半透明的脸 嘴里说的语言 还是没有欺骗 五顶灰色瓦片 干净的画面最美 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 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 你的微笑就输了疲倦 之前的男朋友 我每天睡不着的时候 然后他会唱歌给我听 然后让我睡觉 不好意思啊 因为他也说了是 要为那个他独唱嘛 所以我也只想为 自己喜欢的人唱这样 是妈妈告诉我的这里 脑袋都是你 心里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他城里 好甜蜜 念的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他城里 只为你清醒 心头小如乱撞 小小的爱在他城里 念的都是你 心头小如乱撞 是不是觉得他已经接受我了呢 小小的爱在他城里 我想要让他成为我心爱的人 我想要让他成为我心爱的人 那我愿意为我心爱的人唱歌 我愿意为我心爱的人唱歌 我愿意为我心爱的人 我愿意为我心爱的人 在这种晚点 我愿意为你 是喜欢的人 我愿意为我心爱的人 你的 我觉得 我等你很久了 不知道他愿意牵起我的手 才给了我确定的答案 我知道他愿意接受我 我要为这个女生 唱歌我喜欢为他唱一对这歌 我想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你刚刚没有转身 但是当她说了她的故事之后 你就这么毅然决然地牵起了她的手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心理变化 我觉得她应该不会选我吧 所以当她选你的那一刻 其实 对 我也觉得 12号能够投烟吗 平时有抽烟 喝酒吗 基本不喝酒 抽烟喝酒都是她的禁区 而且对身体不好 现在赶紧借还来得及 真的爱一个人 我相信你一定会为她做出谱变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再次用掌声来祝福雪飞 祝福明海 加油 祝福你们 祝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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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祝福啊 祝福啊 我可以带着你吃给我们厢门那么好吃 你愿意吧 好 这是每一个直播的意愿吧 i mean you fall you never get enough but the thought of you leaving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 是非常完美的传统同期间再见 因为爱上每个全 爱你最后的家宾将获得爱生活爱拉方 拉方予其他路提供的正爱礼拜 添加非常完美公共微信号 FBWM100A机会网上暴名 了解概念节目的支持 以男嘉宾亲情互动 永爱长相青春